嗨我是宝可梦 台信银行公告了2023年的 阿狗狗卡跟Flygo卡的权益 到底改的怎么样 今天带你来瞧瞧 我们先来解说阿狗狗卡的权益优惠 这边有银行的官方网站 有兴趣的话可以扫下面的QR Code 来完整阅读公告 2023年的权益是从4月1号起的 账单结账周期到2024年的3月31号 这一整年的时间都符合这个规则 0.5%回馈无上限 如果你有完成基本的权益升级 你就可以享有额外的3.3%加码 所以最高可以来到3.8%的回馈 那指定的精选通路有哪些呢 比如说虾皮 Momo PC Home Yahoo跟Amazon 这五个是一定有的 精选行动支付有哪些呢 有LinePay 全支付 全赢家Pay 还有台信Pay 你只要在这四个行动支付里面来做的消费 都是符合资格的分歧 都是没有回馈的 很多人都会想要把它当作是 这个所谓的分歧神卡 比如说9万块钱分三个月 每个月只要3万块钱 那每一个月呢 都可以拿到最高3.8%回馈 在2023年的3月1号开始 就没有了 只要分歧 就不享有原始的回馈 在2月28号以前上车的话呢 只要认刷一笔 就可以拿到500元的刷卡金 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台信亚Google卡的基本权益 相关的资讯 我已经帮你整理在下面了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就可以直接扫码办卡咯 再来呢 要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3.8%是怎么来的 基本的0.5%回馈无上限 再加上精选3.3% 每个月呢 可以赚1000 所以你回推大概刷个30303元 就可以拿到最高1000的回馈 同整起来 最高3.8%回馈呢 每个月刷30303元 你就可以拿到 1151元的刷卡回馈 这个加码3.3%要怎么取得 很简单 第一个 请你使用数位账单 电子账单或是行动账单都可以 然后用RECHR数位账户 来扣角台信信用卡卡费 有兴趣的呢 可以参考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都有RECHR数位账户的开户连结 还有信用卡的审办连结 这边有几个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 请你一定要申请RECHR数位账户 加自动扣角卡费 还有电子账单 才能够拿到3.3%的加码 每个月可以刷多少 这边算给你看了 30303元 指定网购呢 之前包山包海很多都有 现在呢只剩下5个通路 虾皮 Momo PC Home Yahoo跟Amazon 其他通路的话呢 请你用其他的网购卡来取代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影片 跟大家介绍过咯 2023年的3月1号起呢 刷卡分期没有原始回馈 所以请你不要分期 分期的话呢 就没有回馈了 这些指定的行动支付 像全赢加配 还有台新配 在超商里面来做缴税缴费 是有回馈的 这个是在3月31号以前 那从4月1号开始是一个新的季度 到底有没有符合资格 这个就要等到大家来实测了 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Flygo卡2023年的权益 这边呢 一样可以看到官网 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QR Code 来完整阅读官方的公告 Flygo卡的权益呢 一样是2023年的4月1号起的结账账单 符合活动资格 到2024年的3月31号 一般消费一样是0.5%的现金回馈物上限 精选消费呢 最高来到5% 等于是0.5再加上4.5% 每一个月呢可以拿到15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个33333元 就符合资格了 有三个精选的通路 比如说华航 长荣 新宇跟虎航 这是指定航空公司 还有指定交通 像高铁 还有中油指引都有 那再来精选的订房订票的话呢 像熊狮 易游网 还有可乐跟Klook 其实也是符合资格的 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海外消费呢 真的是有来到3% 现金回馈物上限 它的门槛呢 没有5000块这个递销了 所以变得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好用 分期就没有所谓的现金回馈了 所以请你刷这些卡片 以后都不能够使用分期付款 新户228之前上车 认刷一笔 就可以拿到500刷卡金 跟团再想三数积分 相关的资讯呢 我都已经整理在这边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直接申请咯 台新Flygo卡的5%怎么来的 它是基本的0.5%回馈物上限 再加上精选的4.5% 所以每个月呢 可以赚到1500的回馈 刷33333元 就可以拿到1500了 在指定同路消费最高 可以拿到5%回馈 每个月呢 可以刷33333元 然后拿到1667元的 刷卡回馈金 提醒大家 这个加码的4.5%一样 要使用数位账单 包含电子或者是行动账单 并且以Richard账户来自动扣脚 台新信用卡卡费 就符合资格了 这边有几个提醒注意事项 第一个 请你一定要申请Richard数位账户 加自购卡费 还有电子账单 没有的话呢 就只有0.5% 怎么刷都只有0.5 精选5%可以刷多少 算给你看了 1500除以4.5% 算出来是33333 可以刷哪些航空公司呢 像华航 长荣 星宇 虎航都有 其他航空公司 比如说ANA 或者是国泰 你就可以使用其他银行的卡片 比如说永峰55688联名卡 只要是航空公司勤款 就符合资格 这张卡片呢 在欧盟的实体店面刷卡 是不予回馈的 像高铁 或者是中游直营 如果是你的主力通路 每个月333 一下就刷满 建议你可以搭配其他卡片 比如说国泰斯瓦Cube卡 也有4-7%的回馈 其实都可以相互搭配使用 终于让大家等到了 台新的Agogo卡 跟Flygo卡 在这两年呢 真的是越改越差 说好的旅游审卡 也不见了 说好的网购审卡 也不见了 但是呢 从2023年的4月1号起 我个人认为呢 他们基本上是回归了 他没有了5000块的抵销 真的比较好用 虽然说从5%降到3.5% 有点可惜 不过呢 这张卡片 他每个月可以刷的金额呢 从6250提升到3万左右 对于一般小自主来讲 不论是在消费 或者是缴费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也推荐给大家参考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可以缴费 赚回馈呢 这个就要等到下个月 实测出来之后呢 再来做影片 或者是在文章上面呢 跟大家分享 我是报告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